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拿九号棒烫了一下自己 得知茶壶里又出现了好多钱后 得知了茶壶的用途 小美就开始用自虐的方法换钱 晚上小白回到了家 小美见到她后就给了她一巴掌 这个时候茶壶又飞出了钱 小白不信 小美朝着她又踢了一脚 然后又飞出了好多钱 但是好景不长 两个人已经用了各种自虐的方式来换取钱 小白当初和小美约定好 中够一百万就分手 但是小美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感觉 小白忍无成而忍 抱着茶壶从窗户跳了下去 她希望小美能收手 看到小白这样后 小美十分心痛 此时茶壶又被一个捅又偷走 两个人去查看的时候 看到了他们为了钱 自相残杀的样子 小美终于醒悟了 她把茶壶还给了研究调查的人 这个人把茶壶扔进了大海 并且让大家的欲望彻底消失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